只要能守住济南 全国的战区就可以扭转 校长 校长 喂 喂 国军中将王耀武突然从睡梦中惊醒 他刚刚梦到了济南战役中的自己 那时济南城已经被解放军包围 他本想弃城而逃 但老蒋坚决不允许 最终济南城破数十万人流离失所 而王耀武也被抚 住进了功德林监狱 怎么了 睡不着啊 睡不着 我又想起了济南战役了 王耀武反复睡不着 于是把摄友叶利三喊过来 向他描述起当时的情形来 兄弟啊 我是个罪人 济南首城之战 死的老百姓 实在是太多了 王耀武说以当时的形势 国军已经没有坚守济南的必要 解放军为了将华东华北解放区连城一片 出动了十几万人攻城 又出动了十几万人打员 而济南城内的国军 算上吴化文部队也才七八万人 被攻下只是时间问题 当时老蒋选择坚守济南城 就相当于至城中百姓于不顾 王耀武说他也试过劝老蒋放弃进来 但老蒋不仅拒不接手 还把他给骂了一顿 为了保住自己官职 王耀武也不敢多说 只能执行命令 于是王耀武就此背负 直到现在住进了功德临监狱 不想了 不想 睡了 不想了 你也睡吧 两人结束夜谈继续休息 不过有一个人听了他们的对话红 却起了别样的心思 这个人就是老蒋的忠实粉丝刘安国 他决定在第二天狠狠抱怨 刚刚大骂老蒋无能的王耀武 忙什么呢 我的这个简历写好了 张伟看过来 让我再做一些补充 让你补充什么呀 这个重要事件 有这个详细的过程 刘安国一听就来了注意 他热情地坐在王耀武身边 给王耀武讲起了济南战役结束后 南京方面发生的故事 在济南被赴之后 解放军让你喊话 古龙怀海战场的国军放下武器 停止警告 不想解放军 有这事吗 有 有关 刘安国说当时整个南京城 都能听到王耀武的喊话 从卖菜的小贩到总统府里的老蒋 全都在循环听着王耀武的讲话 那后来呢 哎呀你快说后来呢